近日有报道指凌峰与星际玉女吴谦雨因为合作电影《男人如衣服》而爆出风雨恋 更指凌峰与《静歌精曲》总选单万 货班最述欢迎南科兴时公开多谢BB试制吴谦雨 又说凌峰已月租8万元租了一个单位与吴谦雨伴同居 凌峰第二天出席品牌活动时表示感谢名单中的BB只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感谢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去关注我 大家看的整段我就是说家里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 大家重新去看看我整段都是说 感谢我家里每一位成员我身边家里的每一个疼爱我的人 而且难道我下一次去感谢的时候把我家里人的名单 所有全名都报出来吗 那我觉得就是虽然我演唱即将来临了 但很感谢传媒朋友就这样子帮我去宣传 但我如果是这样的宣传方式真的感谢不需要 至于报道所指两人半同居的地方 凌峰校园自己看都没看过 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 被问到是否想把吴谦雨变成家人时 凌峰就指记者的想象力太丰富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因为我自己看了那篇报道 我自己看了 我通常这种一些的八卦杂志或新闻 我自己也不会去留意 我也不想去八卦 但是这个我都被这个标题吓到了 我自己得看一看 大概是到底发生什么回事 那个照片我看了 那个地方我连看都没看过 我都不知道是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种娱乐新闻看了 就笑一笑就算了吧 凌峰与吴谦雨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绯闻 但是每次当事人都会用好朋友做回应 显然大家都认为好朋友是可以逐步变成女朋友 而凌峰为了防止大家再追问他跟吴谦雨的关系 连用两个很好去形容跟对方的关系 不知道又是否代表两人的关系 有更上一层楼呢 很好很好的朋友 那因为也是同事 因为我们都有工作合作 而且还有合作过的作品还没出来 那今年应该会有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